今天要介绍两款Feo的旗舰动圈耳机 分别是FD7和FDX 之前都推出过动圈耳机 就是FD3和FD5 FD5是早于FD3推出的 当时它的造型、价钱和声音都非常突出 FD5成功后再推出的FD3 FD3是一只1000元价位的耳机 但它的用料造型一点都不差 可能基于FD5和FD3的成功 推出FD7和FDX 两款估计应该是一样的单元 单元是用一个12mm的皮金属单元 皮字就是金字边加个皮字的单元 亦是一个新开发的单元 你就这样看到的样子可能觉得 好像跟FD5很相似 其实外观、用料、线材方面 全部都是提升了 FD7就叫做黑穿金流 意思就是它全耳机的外壳都是黑色的 唯独中间三条界是用暗金色的 看上去造型会挺漂亮的 FDX就是14周年纪念版的限量耳机 全球只有1000只 而外壳是用了24K度金 那三件那里是用了60粒仿钻石人手箱 它特意做到很华丽、手饰 如果纯粹以两款的外观比较 我个人喜欢FD7多一点 黑色中间少少金色 即是低调一点 通常试机都是由便宜的试上去 所以我想试下FD7 虽然两个型号用的耳机线材料都不同 但是它们都可以自由转换3.5、2.5和4.4 你只要纯粹拆开它 拉出来就可以换头 是一条很方便的耳机线 之前FD5和FD3 Pro都有跟着这条线 除了赞它这条线可以换头之外 两条跟机耳机线的用料一点都不差 FD7黑色那条耳机线 它里面的用料是单精银 而FDX纪念版金色那条耳机线 看它想配合耳机 它是用金、银、铜、混编而成的 刚刚试完FD7趁有印象 立刻插上FDX试一试 因为它是一个14周年的纪念版 我估计它X并不是罗马数字的10 它真是X 刚刚试了几首不同的歌曲 首先试了ABA新的大碟4H 很久没听过ABA还要是新歌 铝声一出的时候 那种熟悉的感觉是很感动的 如果纯粹以铝声和中高频的表现来说 我觉得FDX是略性一筹的 铝声的穿透力 FDX是高一点的 而反过来 FD7在我试一些有低频强劲的歌曲的时候 例如我刚才试了陈凯永的新歌 收声多谢 我看到陈凯永这个名字 我知道一定有BASE听的 所以我就播它来试一下BASE FD7的低音表现 我觉得扎实点强劲点 接拍感是强点的 所以中低频的表现 我觉得FD7是强过FDX的 至于音量易不易推方面 两只的表现是一模一样 都是易推的 我刚才换了两只耳机 我是不需要调调音量的 我是用Midgang和30多左右 30多的Wallum已经很足够 有时有些耳机可能要用到HIGH GANG 甚至要推到40多的Wallum 这两只都不用很容易推的动圈耳机 这两只耳机提过定价都不便宜 一只五千多元 纪念特别版是六千多元 如何比较呢 刚才已经基本说了 声音上 金色那只纪念版 是强于中高频多一点的 而黑色 黑穿金流那只FD7 是比较偏向于中低频的表现 我会选择FD7 去听一些Pod和Jazz的东西 FDX纪念版会是听一些中高频 例如交响乐多乐器的东西 弦乐管乐那些 可能那个表现会好一点 至于怎样选择呢 首先大家就要看一下 你喜欢哪个外形 因为FDX一开箱是真是 令人很舒服 很华丽 一个光漆的木盒 里面很齐整 很多 例如accessory 和包装等等 都是好像一个名贵的首饰 和手标 如果你本身是对FEO的耳机 或者这个品牌是有感情的 这一只绝对是可以考虑使用 以及收藏的 如果你之前是试了FD3或者FD5 你满意那个动圈的表现 你想升级的话 我会建议你是用FD7的 第一便宜一点 实用一点 第二他可能会比较适合听一些现代的歌曲 如果你是喜欢动圈耳机的 喜欢动圈耳机的声音 也都之前试过FD5 是OK的 不妨可以留意下FD7和FDX 请你不吝点赞 订阅吗? 我再联、谴、订阅